我丈夫没死一切 我一犯病 她就脱了衣服 拿她热肚皮贴在我肚子上 一会儿就好了 每次都是这样治好的 发现大师并不相信自己 女人开始不停地哀嚎 企图以此让大师救她一命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 一个漂亮的女人晕倒在寺庙门口 得高望重的大师把麦过后 给她端来一碗熬好的草药 女人喝完药后 顺势提出了想在这里住一碗的想法 这话可让大师犯了难 我一个寡妇 怎么可以污染佛门种地 睡在庙里 女施主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就是啊 胜造七级浮屠啊 好战 大师看着弟子们不成器的样子 只能让女人住在自己的隔壁 以此来保证大家的安全 谁知就在半夜的时候 女人突然嚷嚷着肚子疼 听到动静的大师 赶紧来到隔壁查看情况 听完女人说的话后 大师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大师 你救人救到家 送火送上天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啊 大师啊 疼死我了 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